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恩美心善 30岁迪丽热巴录视频为上海加油,增向武汉捐款15万 01 说到90后当红小花,迪丽热巴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迪丽热巴,1992年6月3日出生于乌鲁木齐 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010年,参加由陆川导演的电影王的盛宴鱼姬上海战海选进入娱乐圈 出道12年来,一直都是娱乐圈的顶流 人气高到离谱,代表作阿纳尔罕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克拉恋人,长歌行等 02 关于迪丽热巴,很多人的认知里 她就是个美人,身材棒,颜值高,但其实呢 迪丽热巴的优秀远不于此 就在刚刚,迪丽热巴录视频为上海加油 仪式引发了网友热议 视频中,迪丽热巴扎起了长发,化了淡妆 身穿白色衬衣,服装简单,但气质不减 热巴说道,东方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 上海的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每一个人的心 抗疫一线的报道更是让我们感同身受 穿上防护服积及参与防疫的大白们 向你们致敬,戴好口罩 听从防疫人员的指令,是您对防疫工作最大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为上海加油,众志诚诚,同心守护 热巴的这段话,其他明星也说过 应该是电视台提供的通稿 但迪丽热巴能够主动为上海加油 这是超出我们意外的 03.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武汉疫情举例吧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大家从此进入了疫情防控时代 当年娱乐圈明星纷纷向武汉捐款捐物 包括赫赫有名的嘉行传媒 在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嘉行传媒公司高层曾家 赵若瑶分别以个人名义捐款20万,李娟娟捐款10万 旗下艺人方面,杨幂捐赠20万元,刘瑞琳,高伟光,助续单各捐赠10万元等 就是没有提到迪丽热巴的名字,这加深了很多人对迪丽热巴的质疑 当时迪丽热巴没有为自己辩解 04.反倒是事后有粉丝晒出浙江省红字会的功德榜,里面写着迪丽热巴捐了15万 同时,维方红灾爆发时,有知情人士透露 伊基金明星义工迪丽热巴加入紧急持缘维方红灾响应行动 以通过伊基金向灾区捐款10万元人民币,援助受灾同胞度过难关 不管是向武汉捐钱,还是向维方捐钱,热巴都没有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告知外界 所以,迪丽热巴是个人美心善的优质艺人,大家不要怀疑她的人品 只希望未来的岁月里,在热巴的带领下 越来越多的娱乐圈明星可以关注灾区,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